大家好 下面我们来演示一下 硬笔字中横画的写法 横的写法有两种 一种是短横 一种是长横 我们来看书法中 或者毛笔书法中 短横的写法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形状 那么这样的写法呢 我们会发现 其实它的笔尖 是从 如果是毛笔的话 它是从这边落笔之后 然后顺势就往这边推了一下 然后到这儿有一个短暂的停顿 所以短横的写法呢 就相当于是前面是一个点 点之后顺着点 不要去停顿 直接往这边去推动 那么在硬笔中 也大概是这样 就是点完了之后顺势 顺势推动 就是中间不停顿 顺势推动 这就是一个短横的写法 长横呢 尤其是长横作为主笔的时候呢 前面和它的区别是前面会有一些停顿 后面也会有一些停顿 那么我们看到的长横的写法 一般的时候在毛笔书法里边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形状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会发现出了一点方角 方角的原因呢 就是点画 入笔之后 在这儿做了一下停顿 然后再来向右行走 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也是稍微停了一下 就是有这么两处停顿 那么到硬笔中 我们模仿也是这样子 就是顿笔 稍作停顿 再走 再做一些停顿 顿笔 停顿 停顿 也就是起笔 行笔 收笔 要有这么一个动作 当然其实前面的这个部分和这个方笔 也可以做一些转换 比如说我们也可以有这样的横 就直接下来 直接就走的这种长横 也是可以 这些动作都是可以的 最重要在这个地方 要跟大家强调的 在硬笔书法中啊 虽然我们是在模仿 毛笔书法的这些动作 但是一定不要太过于夸张 经常我们会见到一些错误的写法 就变成了是 这个横是这样的 这样的 我觉得就有一点太夸张 就是错误的 我们可以有一些顿笔的动作 为了增加它的节奏性和韵律感 但是只是一个基本的入笔动作而已 所以它是一个几乎无意识的动作 到最后形成 就是顿笔之后 前行一停 顿笔之后 前行一停 比如说我们写一个三字 它是一个很自然的 无意识的动作 这就可以了 所以横的这个写法呢 就跟大家聊到这儿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